我买LP 其实是因为我太穷了 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内容铺更了两年 咱们今天终于可以来聊聊 杨荣山和面料 其实过去我每一期视频 我都是直接BB的 根本不需要这种东西 但是我的好哥们 让我要多蹭一蹭热点 再加上这一期内容 实在是太顶了 所以咱们不得不 跟头部的财经博主学习 首先我要声明 视频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自己掏钱购买 钱体验了好多年以上 为什么我这么笃定呢 因为人家Laura Pina 根本不可能看上我 这种一千点粉丝的小博主呢 我自己呢也不在服装行业从业 所以我以下的所有观点 都是从一个理性消费者的角落去出发 话说我连评测一个PXG的球杆 我都要闭眼的灰杆 进行这个ABX盲测 还有比我更理性的理性博主呢 接下来进入正题啊 Laura Pina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品牌 LP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 当时的Laura Pina家族呢 在意大利北部从事盐帽贸易 直到1924年 咱们所熟知的Laura Pina才开始正式成立 并作为最高品质的面料生产商 人名于世 至于咱们熟悉的LP诚意 那其实是1980年代才推出的新业务线 一个优秀的品牌呢 总会在不同时期啊 靠硬实力获得大众认可 Laura Pina始终致力于寻找和使用啊 世界上最稀有最优质的纤维 并且呢 在原料的获取和加工的工艺上 保持世界领先 他们是最早开始应用 Baby Cashmere的这个公司之一 这是一种羊绒幼崽的这个底层羊毛中 获得的一些就是很柔软的纤维 Baby Cashmere至今仍然是LP的拳头产品之一 除此以外呢 当然还有仿制的巅峰 Gift of King超高织羊毛 和Vacuna等等这种原料很珍贵的一些产品 2013年 Laura Pina被LVMH集团收购 但是在收购的7年内 LVMH并没有急于让这个LP开始快速出圈挣钱 这对于这种大体量的这种集团呢 其实是非常反常的 咱们如果再进一步探寻原因 可能会得到一些线索 我们都知道时尚行业其实是有一个怪象 品牌和设计师每一季都推出全新设计的衣服 并让他们的客户频繁地变换风格 但是呢 这些品牌的设计师呢 自己的风格却又万年雷打不动 甚至这个品牌的老板都不穿他们自家的衣服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在LP这里是不一样的 LP的设计师穿LP LP的老板Arnold也穿LP 甚至有一段故事啊 讲到他年轻的时候 每年夏天都会和他的父亲一起到LP的门店里面 选购各式的Polo衫或者外套 当时他就说到啊 我和我的父亲平常穿的衣服 基本上都是集团的品牌 只有Laura Piana是个例外 那会儿LP可没有被收购呢 我自己这边呢 十多年前听父母身边有朋友 叫这个牌子罗富贵 我当时心里还想着什么 品牌还富贵富贵呢 但之后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这个品牌 是路过LP的门店 一本机缘巧合的2013秋冬小册子 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令人愉悦的lookbook 里面对每一款产品的颜色与质感 都进行了非常生动的展示 可以说这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那么今天呢 LP的确成功出圈了 从不打广告的LP呢 现在广告和代言人一个接一个 从来不把这个logo印在产品上的LP呢 现在什么什么什么 Laura Piana University都出来了 这个离谱啊 这个是品牌商业化 无可避免的过程 令人无语的产品也开始层出不穷 但是请记住LP再商业化 也和从一开始就靠着资本营销 和洗脑式宣传的有巨大的不同 在这个营销当道 各大这个品牌的这个产品品质 集体摆烂的这个年代 LP也绝对是这个腰板挺的 最值的几个品牌之一 接下来我就要详细的说说 何为品质 杨荣为什么好呢 最近很多自媒体随便搜索一下 就开始瞎说了 说什么羊绒是欧洲贵族 为了彰显身份的花瓶 本身是什么没有X的东西 现在科技面料吊打羊绒 那我只能说你赢了 流量被你赚到了 但是博流量 从来不是我做这个频道的初衷 我的频道的观众 也绝对不会是想要看那种X的观众 那么在我看来 羊绒到底哪里好呢 是好在它总体性能的平衡性上 这是在保暖性 肤感 重量 透气性 美观性的一个完美的平衡 保暖性不如羽绒服 但是比羽绒服美观且透气 肤感又不如雕 但是胜在重量和透气性上 性能又不如科技面料 但是却更美观 如果有人说 我就是要保暖 不要美观 行了 我咋没看你穿个RAV的极力系列连体服呢 生活中其实很少有极端的需求 我们要追求的都是某种微妙的平衡 那么羊绒就是最合适不过的东西了 那么最好的羊绒出自哪里呢 每年全球产出一万吨左右的五毛绒 也就是经过水洗分出的原料羊绒 大部分来自中国 其余来自蒙古 小部分来自伊朗和阿富汗 最好的羊绒产区是内蒙古左旗阿拉扇 羊绒细度呢 15.2微米左右 长度呢 是32到34毫米左右 陕西呢 羊绒细度可以达到15.5微米 内蒙西部 是15.8微米 蒙古呢 是16.5微米 其他的就很垃圾了 像伊朗阿富汗这种地方 纤维细度只能达到18微米 纤维长度28到30毫米 妥妥的这个纤维又粗 长度又短 其他的纤维呢 例如Wikuna 大概能达到13微米 藏羚羊可以小于13微米 但这个 不过要是想追求极致 就还是得像龙猫这种皮草 纤维细度动辄达到5微米 总的来说呢 羊绒越细 手感越好 羊绒纤维越长 越不起球 接下来就来说说 为什么LP的这个羊绒好 这里呢 你就会逐渐发现 羊绒这个东西想要好 从产业链最上楼 到最下楼都要好 是一个服装集团硬实力的体现 也就是说 首先是什么品种的羊 是否血统纯正 到这头羊生下来之后的 生长环境 到科学喂养 到再把这个毛给薅下来 并且买走最好的一批 这些所有的流程呢 都要好 咱们国家的羊绒这么优秀 也是因为和其他地区 如内蒙 阿富汗相比 环境好太多了 像我手里这件蒙古 沟尾的针枝 就横向对比下 还是差了一些 牧民如果缺乏最基本的当代体系化 科学化的管理条件 那是一定会为了扩大产量忙碌的杂交 或者往里混入羊毛 或者其他杂志卖出 最后羊绒的品质一定不会太好 原料非常重要 牧民所需要的是稳定性 LP这种老牌企业呢 在当地的根基是相当深厚的 对牧民都有直接的补助 并且用体系化的管理去监督 背后的LVMH呢 则提供强大的财力 来保证能够确保 第一批高价挑索最好的绒 一定要购买同一产区的原料 不混用 分输后呢 只挑最好的 纤维长度最均匀的部分 买走原料之后呢 就回到了这个意大利 进行了纺纱环节 纺纱前要先染色 当然这里就是LP啊 Brunnerdo Cuccinelli啊 Zinnia 这些老牌的这个厂商啊 很强的部分 染色的颜色本身呢 就要透着高级感 色彩管理科学需要的是一个体系 如果成品偏色 名度太高 或者饱和度太高 这样做出来的羊绒 就是一眼的土啊 然后就是纺纱了 纺纱有很多步骤 一般有和毛 分输 一针两针针枝 粗纱细纱打磨 并线 然后粘起来上筒 大厂在每一个流程都是要很高水准的 同时还会有自己独家的技术 等这个羊绒啊 上筒后 在最终呢 做成成衣 其实还有很多步骤 所以说即使你拿到了跟LP一样的这个毛线筒 做出来的东西呢 可能也会差异极大 因为还有后整这个步骤 又有很多学问 这也就能解释 为什么LP这么贵了 但是我认为呢 LP贵 又不贵 服装行业其实有一个利润倍数的概念 意思就是最终的产品售价 要是单件这个产品 这个衣服啊 这个成本的多少倍 倍数越高呢 利润越大 例如一件衣服 物料人工加起来就是1000块钱 那么10倍的这个倍率 售价就是1万块钱 对于一个一般的 就是时装企业来说呢 3到4倍即可覆盖全部的这个运营啊 或者宣发成本 剩下的呢 就是纯利润 那么咱们回到咱们熟悉的这些品牌啊 Ketone Xenia LP 这些品牌早年基本上就是标准的10倍倍率 所以说 其实是非常的良心的 这在行业里其实是相当良心的存在啊 咱们所熟知的优衣库 也是很物美价延的 但是它通过一些特殊的商业模式 倍率是能够达到20到30倍的 利润也很可观 而各大潮牌呢 倍数其实是可以达到50到80倍啊 到这呢 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啊 所以说呢 我买LP 其实是因为我太穷了啊 我都这么追求性价比啊 还不能说明我贫穷的本质呢 我以上出现的所有的LP的衣服呢 最长的都已经穿了10年 这其实是一个很个人的选择 同样是 比如说10万块钱 是1000块钱买100件 每年扔 然后享受的是普通的品质 还是说10万块钱买一件 穿10年 从一开始就把体验拉到极致 我选择后者 LP的羊绒主要分两个系列 百分之百Cashmere纯羊绒系列 纤维细度实测呢 在15微米左右 已经是非常好的东西了 以及babyCashmere系列 纤维细度呢 是13.5微米左右 这个软弱感就实在太强了 但是呢 这个纤维长度呢 略短 不够耐磨 而且呢 相对容易起球 如果是这种 babyCashmere和皮草 结合起来的款 那基本上就是天花板了 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什么骆驼毛 羊驼毛 什么之类的东西啊 羊驼毛这个Alpaca 就是咱们俗称 XXX毛 很多人用它和这个骆马毛 Bicuna做对比 其实这两个东西 完全的没有可比性 差了好几个等级 骆驼毛如果是babycamel 那就还行 babycamel和babyAlpaca 除了更耐用这一优势 其他的都无法与羊龙比拟 根本就不是在一个量级上的 话说我也曾经辛苦搞来 机桶LP的这种 Super Cashmere高支系列 和这个点子杀 结果做出来 别说后整了 就给我做成了这 啊 就这 这是Lululemon吗 还有这 这这啥呀这 大鸡翅吗 尺码都给我搞错 一塌糊涂 不得不说 这些好多鸡真吃活的 大部分都不靠谱 我玩了这么久了 只碰到两三个靠谱的 剩下的呢 把我那些LP的羊绒线 全XX给我混了 这里一定要提一下 咱们国产的 俄罗斯高端品盘1436 为啥叫1436呢 是因为它家 只选用纤维细度 在14.5微米以下 同时纤维长度 36毫米以上的原料 可以说是很强了 过去三年呢 由于一些 哎 种种状况吧 其实传统的这个 Xenia或者LP 这种大厂呢 和内蒙牧区这边的合作 基本已经断了 他们近两年 都改去其他地方收购了 这个时候 基本内蒙阿拉扇 优质的资源呢 都被鄂尔多斯接手了 其中最好的一批料子 又被旗下的 顶级品牌1436拿走 我个人的体会是 1436的出品呢 比LP的普通线都要好 比baby cashmere 细度略差 但剩在呢 纤维长度 再来提一提 这个Colombo 和这个Piacinza 这两家出名最早 都是因为他们被 爱马仕等品牌代工 这俩也一直被当作 次LP或者BC 一两档的存在 虽然这两家 平均的产品呢 确实是低LP BC一两头吧 P家呢 又越低C家一头 但是这年头呢 LPBC Xenia 这样的品牌 利润倍数压力越来越大 很多Xenia的这种 后羊绒产品呢 以前还是自己做 现在也都变成 这个Piacinza 代工了 所以说 一方面呢 是LPBC Xenia 这种退步了 另一方面呢 是这个C和P两家 其实也步伐 有很好的产品线 例如这个Columbo 做的这个高枝羊绒 和他家的这个 Vicuna混纺系列 其实是完全不输LP的 那么怎么来看 你买到手的羊绒 好不好呢 其实非常简单 直接剪掉一小块 送去国家质检中心 或者任何的这个质检中心 让他出具一份 这个成分报告 另外比较关键的一点呢 是货和这个货运单 要一一对应 真假难辨的东西 一般都是普通品 真正的好东西 都是无需争辩真假的 大部分时候呢 一看就知道 如果看不出来 一摸也能知道 如果也摸不出来 就直接检测出纤维细度纯度 使用后 再观察纤维的这个长度 自然就知道是什么货色了 不像很多东西 还要耗费人力物力 去纠结那个logo 是贴的正了一点 还是歪了一点 logo是否有毛刺 色号对不对 实在是让人有点匪夷所思啊 接下来 我就详细说一下 应该怎么看羊绒的好坏 首先是光泽和羊绒续的 这个致密程度 只有挑选出长度细度 非常一致的这个圆绒 整齐排列 才能出那种 熠熠生辉的光泽 要注意这个光泽 不能是那种塑料感的 那种贼光 这可能说明这件衣服 连纯羊绒都不是 羊绒也不能是看上去 密度很低 稀稀拉拉的 杂草丛生的感觉 特别要说一下水波纹这个东西 水波纹应该是羊绒品质极佳 而呈现出来的一种自然状态 然而呢 现在就通过技术啊 就是通过这个后整 其实也能搞出水波纹 市面上的80%以上的这个水波纹 其实都是不合格的 其实是在这个 他们其实是用这个水波纹 掩盖这个密度不高的本质 判断方法呢 也很简单 就是手洗洗衣水 例如我这个其实已经挺不错的 这个鄂尔多斯普通线的围巾啊 刚买的时候 因为后整技术 看上去摸上去都没啥问题 挺好的 但是洗了衣水之后呢 这个羊绒就直接炸了 另外洗后容易暴露的问题 就是起球 如果使用的羊绒面料啊 就是没有经过精心的挑选 这样的料子 就它羊绒的纤维啊 其实是成等不一的 就很容易造成起球的问题 最后的这个判断方法就是抚摸 用你的脖子来检测 脖子是很灵敏的一个区域 基本只有16微米以下的这个纤维 才不会感到扎脖子 如果扎了脖子 那这个纤维系统一定不行 或者说呢 这个羊绒不够纯 最后再说一个 我无数的这个经验教训啊 学与类之间 总结出来的 简单的能够判断 这件商品值不值得买的这个方法 基本适用于任何产品 首先这个产品有假货吗 如果有 假货多不多 如果多 假货的这个平均质量和真货比差距小吗 是不是不好分辨真假 如果不好分辨 那假货的这个平均价格和真货差很多吗 如果以上呢 四个问题都是yes答案 那这个产品呢 很有可能就是智商税产品